Hello,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我是司徒文俊 随着我们讲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 有很多听众也有留言和疑问 说可不可以多讲一些特众部队 或者讲一下里面的武器 相关的东西 所以今天我就与大家隆重介绍 我的好朋友,好兄弟 Edwin Sir,就是CRW Airsoft的负责人 Edwin在这里 是,在这里,大家好 我是Edwin,CRW负责人 Edwin Sir,他自己经营了一个YouTube频道 就是CRW Airsoft 之前大家都有听我介绍过 他在这个枪械,以致军事 以及一些装备上 他也是很熟悉的 可以堪称是专家 另外,如果看我澳门日报的读者都知道 其实我有很多次写一些军事的专栏 有些玩具的枪械 或者是,譬如是Biohasa 一些军事的游戏 Edwin和CRW 你看到在冥借的栏 都会有提到他们的 因为他就是 叫做给料 给资讯我的重要人士 Edwin Sir 刚刚我们新鲜滚热了 就有一单 就是这个车臣 有一支部队 就是说 相传就要去这个乌克兰 就是一队很好打的部队 就是要下去 就是要捏杀那些 比如乌克兰的总统 乌克兰的市长 甚至乎是那些国会议员 说到来势匈匈匈 是一队叫做 绘子手部队 那结果呢 传回来消息呢 竟然就是不足一日 那这一队的所谓绘子手部队 竟然就是溃败了 那溃败了自如 还要是那个带兵的将军 那个叫战争之王的胡叔叔叔呢 说到他很厉害的 不是关羽就是张飞那只 竟然被人捏杀了 那整件事呢 听众听我们节目呢 可能都是听到个浪 听不到里面的详细 我想跟你大家谈谈 究竟现在 我们呢 就以一个 福尔摩斯 推断一下 去推断一下 我们 用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还有呢 我们用这个 博弈理论 和能化心理学 去推断一下 究竟 好好好 在这一晚 究竟发生什么事 艾米尔摩斯 首先 可不可以请你讲解一下 其实 这个乌克兰 他们现在官方声称 派出了他们的一个特种部队 就叫Alpha Team 究竟Alpha Team 如果你说 不认识的人 那肯定会想 Alpha Baba Delta 这些 全部像是美佬 是不是美国特种部队 但其实艾米尔摩斯 可以讲解一下 究竟Alpha Team是什么 好 从前苏联说起 如果以前看过军事知识 苏联以前有个叫 Speclet 其实Speclet 在俄文来说 只不过是Special Force 其实它叫任何 外国Special Force 都叫Speclet 去到改造 就叫Alpha 俄罗斯的Alpha 队就随属于 FSB的旗下 其实Alpha 自从 苏联分裂了之后 你伯鹅也有 也有对Alpha 卡塞斯坦也有Alpha 乌克兰也叫Alpha 所以 叫Alpha 都可以说 军中的王牌 就是 以特种部队士兵为主 如果你们想 看得多一些它的照片 其实有些hashtag 你们可以搜索一下 就 UASOF 这个UASOF 你在Twitter 就特别多照片 其它IG 都可以试试找 你看完之后 其实你们都会很 confused的 就是因为 他们其实那些装备都很似的 就是军服呀 pattern呀 枪呀 都是用AK74为主啦 跟着 机枪都用 重机枪 就是上弹链那些 就用PKM 那就大概都是这样的 不过呢 我们留一点 遲些说 因为呢 有些新枪良上 这次在这个战争当中 反而是在乌克兰那边的 那就先买个关子 好 那给你 你再引导我 因为我都 比较少做这些节目的 不好意思呀 好快 入手的了 Admin Sir的口才和他的建设 绝对没有难度的 不是不是 过掌 我想问一问 其实呢 这对Alpha Team呢 我们针对乌克兰这对 其实他已经是 启成自这个KGB啦 跟着中间呢 讲这个苏联解体之后呢 他又跟很多西方国家 一起整天联合演习啊 譬如说GSG9啊 那例如 相信可能也有 跟美国特种部队 有去进行联合演习 这样去训练 其实如果 以你的角度来的 这一队 乌克兰的Alpha Team 你觉得他的战力 是去到 什么级数 是不是真的有一个 叫做特种部队 因为特种部队这四个字呢 给人感觉就是 那个 战斗力是非常之高的 例如我们一想到 海炮 海炮 蕭天6啦 Delta啦 英国SAS SBS啦 甚至乎 说 譬如刚才说的 德国 GSG9啊 那你会觉得 这些全部是很顶班的 但是在你的角度 你觉得这一队 乌克兰Alpha 是不是都是这级数呢 呃 说真的 乌克兰呢 我们一般 军事迷呢 比较少研究的 因为大部分 最多研究最大陆的 英国美国啊 俄罗斯啊 那乌克兰算是俄罗斯旗下当中一个 可以说 小的branch啦 那我也是近期才 再上 上去上网找一下装备看 就是一路 看回 就是找一下书的嘛 究竟 乌克兰那个 战斗力量是去到多少呢 那么 我就 由于呢 他们最近是 亲户西方 雷徒嘛 就是乌克兰那边 那所以我就推断他可以说呢 施承治这个 俄罗斯 或者 前苏联特种部队 的传统 教的方法 跟着再有一些 启蒙字西方 呃 就是欧洲standard的装备的了 开始他想脱离了那阵Russia的味道的 就是他里面呢 就有些枪 开始不想用AK系列的枪的了 那所以我就觉得反而他好像 好像fusion菜那样 将这个 欧洲和这个俄罗斯 两大门派 集结于一身 这样 那我想问一下 好像你这样讲 那其实他是不是应该就是 有了那个叫做 西方那种的 军事 临场那个部署 还有那个临场那个应变 也都是有 以往就是 苏联特种部队 那种黑苦内劳 是两个都兼备了呢 是啊是啊 我都我刚才讲漏了 其实呢 特种部队就算 一个国家的训练 挺完美 挺好 但是如果那个 国家呢 很久都经历 战争很和平呢 那你始终你的 那些士兵会有断层的嘛 那些实战经验少了嘛 但是其实你想想 乌克兰 和俄罗斯 他们 这个区域都 经常都有少少 不同规模的战争 所以他们 实战经验应该都有不少的 那我之前看的资料呢 其实呢 这一队的乌克兰特种部队 都有个污点的 就在2014年呢 那时候 如果大家有看过纪录片 Winter on fire呢 那在那个 市中心的广场那里呢 其实呢 当时他们 那些人 前总理呢 就亲俄罗斯那个 就下了order 叫那些slipers 就 竟然开枪呢 是射一些市民的 就是那些市民 可以说手无串 拿着可能 那些铁片 铁盖做cover 木板 那样 那自从那个 总理呢 逃走了去回俄罗斯那边之后呢 那这一队alpha队 某些队员呢 都被人清算 还有 有一些人呢 都走回去俄罗斯那边 因为 已经不可以再在自己国家里面生活了 你做了一些 那么伤天害你的事 那 就是暂时我讲到这里 你继续问吧 那就是这样说 现在如果这样计算 这一队这次出击的alpha 就是经过改革 可能是新的特众部队 我们回到这个 今节我们的主楼 我们一起推断一下 其实呢 这一队的车臣 胡叔叔叔 带领的这队车臣的 所谓绘子手部队 究竟 在那一晚发生了什么事 我相信 应该是英国的军程陆柱 其实就已经做好了 一个情务工作 包括他们可能是 出发 以至中途 去着 以至他们目的地 我想他们已经有 全盘的一个情报 提供了 给乌克兰的军方 乌克兰的军方 就知道这一班人 因为 说到这么厉害 绘子手 这么厉害 那么就派了 最精锐的alpha 打算是用最强 去砍最强的 为什么 那个车臣 在他们 说到自己这么厉害 绘子手 说到 是全地球最强劲的 涅萨部队 为什么会在 机场附近 乌克兰 这个城市里面 竟然是被人 殲灭 还要是连带兵的将军 都是死得这么难看呢 当然的 你不排除 现在你知道 资讯的东西 有时可能 两天后 说原来他没死 又复活了 但是 我们根据 现在乌克兰 桌头上有的资料 官方的资讯 我相信 官方公布 应该先核实了 你觉得 其实是发生了什么事 还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战果 首先 打仗就先讲士气 那你乌克兰人在自己主场那里 捍卫战 就是你的脑里面 都在想着 我保护我老婆子女 这样 你就任何力量都会全滑出来的 那你又属地形 那就算 车神那边有很多情报 但是始终落地 踩过哪个位置 知道哪个区域 可能濕泥 不应该部队派过去 走那条路 那你始终都是自己人知道多一点 所以乌克兰那个机场呢 如果你看卫星图呢 你就知道 就是不同香港 香港就是机场四面环水 它是一个 一个空地里面有一个机场 那机场就有很多建筑物 那建筑物就容易做埋伏 take cover 那变上你攻进来 你是一块 就是毫无cover的 烂树林都没有 就这样一块空地 approach这个机场 你是 簡直是sitting there 任他们射 可以说 所以我觉得是车臣 都应该死得很撑烈 一般就不会 死个commander 是吧 我想是 很多身边的 脚仔也好 中阶的军官也好 都已经 很多都倒了 打到708落 跟着所以 连个commander 都会被人咀 我想是 完全地 敗敗 还有 都是 醒来 英国都派了 SAS出去的嘛 那由于他派的数量少 过往 那么多年以前的战争都是 首先SAS就做些最艰难的任务 可能 前三四日去一些敌方后阵 剪断他们的communication 的电线 或者布了一些 以前的 沙漠1 风暴1就布了 飞模腿导弹的位置 所以 之后 美军 落炸弹 都落得准 那我想同一样道理 那这次SAS就派了些人 去做 做些好像keyman的工作 就是 可能 放些无人机 或者 再在山顶 做一个recon的 偵察任务 报了数 就是多少架车来 机场 多少人 在东南西北 哪个方位 进去 那变相 那乌克兰的alpha特种部队 都有 心里有数 究竟我 布阵方面 或者布防在哪个方位 是强点弱点 所以 就有这个结果了 是 我总结一下 Edwin Sir 刚才说的 就是第一 其实那个士气 因为你是防守方 你是保护自己的家园 保护自己的老婆子女 所以你的战意 是最激昂的 基本上 打仗 你除了打武器 打战术 其实大家的战意 其实是一个重点 从古至今 其实有无数的战争 你发觉 二小胜多 都是其中一方的战意 是当他陷入背水一战的时候 那个战斗力 就是平时的 可能一倍以上 另外第二 刚才Edwin Sir 提到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其实 SAS 是最早 英国 是说了 他们会派特种部队 是很早的事 那我就一直 我都发觉 有些消息流出 其实就不止是 这个叫做说是车臣 现在这对戒指手 昨天也有个消息 未引证 未核实 就说俄罗斯的特种部队 就遭遇一帮平民打扮 但是武器极其精良的人 去对陷 结果俄罗斯特种部队 又是全签 那你会觉得 其实已经在 正常上面 那个感觉就是 为什么这些 叫做精锐 绘子手 说那些穷空极恶的 每一次打完都是全签的 那SAS 我自己评价 甚至乎我 至今都觉得 SAS 是全球最最劲的特种部队 当然 有些 不同的支持者 说你懂什么 肯定是Delta 肯定是Nafisil 我想说 美国大兵 名字是很厉害的 他们的武器 是很精良的 但是 始终 SAS 他们做各方面的 就是这么说 比如美国攻击力 是100分 他有90分 SAS 是各样东西都有90分 所以 我觉得 SAS 和他们那种 黑苦 他们那种 的训练 他们以往的 战绩 他们都告诉你 当你以为特殊部队 一个打30个 SAS 一个打你30个 所以我一直都说 其实可能现在 那帮乔装 看上去好像平凡人那帮人 为什么可以下下 摘下 那么多敌人 那帮其实就是SAS 只不过他没有表露身份 你觉得这个机会大大呢 由于 我 跟了SAS所有的 新闻 装备很多年 很痛苦 为什么呢 以前 他们一直都不公开任何照 照片通常隔了十几二十年 才公开出来的 就是那些训练图片 如果没有仗打 没有记者映得 他们围内的照片 是不可以随便 曬命的 公开的 就不同 就是 Lavy Sill Lavy Sill 所有东西都是任人拍的 常常表演 然后叫亲戚朋友来 都没所谓的 那SAS就不同的 他们做了 Operation 不会周围 不会周围 告诉别人 不会带到CNN 在我背部跟着 冲进去 要没有扬威 这样 他们是很低调的 就是 低调高手来的 他们所有的训练 其实以一个单兵 士兵作战的基本功 去训练出来的 就变相 就没有美国那种 很多器材 辅助 就是很多直升机 很多support 所以他们 SAS 也都 做齐了 不同的 位置 就是可能 就是 那些 南美洲 那些 Jungle 那些 Condition 有很多部队 在室内 CQB 拯救人士 又做过 然后去到 冰天雪地的地方 也做过 就是他们 in rotation 一个SAS的士兵 那个生命里面 是要做齐了 那么多功能 那么多位置 去training 另外有些朋友 都是特众部队 他跟美国那些 特众部队交流过 他都说过 其实 萧天也分了很多队 不是对萧天也那么厉害 当然最厉害就是萧天六队 叫Development Group 就是现在美剧 经常都说过一队 而其他萧天很参差的 就是你有时候觉得 那样都可以的 那个standard 可以差到很远的 就是不是一定说 Lavy Sill就很好抽这个概念 反而另外一对Delta CAG这一队 那个水平平均是高过很多 萧天的 就是如果说排名来说 我觉得他是排第二的 在美国境内 在说CAG的Delta 是的 好 给你 我经常呢 我都会呢 是这么说的 我经常跟别人说的 我说Delta呢 那个整体战力呢 包括拯救人质 就是 他们的特殊任务 他们比萧天的 萧天的就是一个 卡通片的 是无可不吹 和正义的象征 但是你真正 劲的特种部队呢 他们就是那些 是很低调的 甚至乎 好像你所说的 Delta 或者SAS 你连他们里面的人 是用什么 你都不知道 因为那些才是真正 做事的人 这个是 他们的照片 都是 好像SAS 又是 隔了一段时间 才能流出来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 这些呢 才是 真正的 那班 还有呢 你要留意到 SAS也好 Delta也好 他们呢 从身上你穿的衣服 以至你用的 你全部 自己 按你的喜好 来搭配的 那么 他不会说 特别制式 反观言之 喂 你说不定 那个踩着一对拖鞋 穿着一件钓鱼背心 看上去 还比民兵 那个阿叔 SAS 那我回来 关于SAS 在里面的活动 我相信 一定要隔一段时间 根据 日后的官方文件 可能 可能 以十年计 我们才知道 他这段时间 做了什么 因为 全部是 是保密的 对不对 好了 那说 这一对 落到去 这个叫做城市 有机场 有建筑物的地方 其实 会不会 这个溃败 就是因为他们 打开松林 打开山区 打开津告 打开有草有树 有山有石 结果一去到这些环境 完全是适应不了 那个地形 你觉得 我觉得其中之一 你是说得对的 这个也是一个因素 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 我觉得 车神出兵 都是看着 俄罗斯大佬面试 好吧 我们派一些人去 你这个出发点的心态 已经是 蝕张的了 你出去打仗 其实你也是找命博 不过你又 属于好像 少少不宜之战 或者 大佬叫到 敷衍一下 就好像那些 搞笑的 黑色的电影 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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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到 普利神气 出去 那你 你真是 对了 真是 蝕张的 这样 去 跟人交货 那些事 如果你这么说 其实可能他们抱着态度 战意不高 亦都可能是 去吃两飞烟 然后走个圈 然后做完 对了 他可能想着 哎 怎么知道 一下子就碰着 alpha 就脱了 结果 被人全签了 那你觉得 其实这一个 今次 所谓这对 势子手 被人这样 签法呢 其实 在军事上 其实你觉得 对整个的 军队的战意 会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提升 当然 这个 因为守机场是很重要的一个 指标性的战役上 就是 几个key point 就是保护 可能石油的设施 保护电力站 保护机场 这些最重要的 军营那些 那你起码 很鲜明 名刺鲜明 就是 你不会说 保护泰古城的 第二期 那就是 那些没人说的 你一说机场 这些 那就是重点项目来的 那 最重要 还有Alpha 如果 乌克兰的Alpha 保住实力 接着他还可以 迁移去其他地方 再帮拖的 就是如果 他们两个打到五十五十 你们 本身 国内的Alpha 剩下一半人 那你都很难在 在其他战役那里 帮其他人 是的 其实如果 譬如Alpha 经过这次士气大震 其实会不会就产生 我们以前看三角演绎 经常说的铝布效应 就是 游来游去 总之铝布一袍头的地方 那些人没打 已经 不是呀 铝布在那里 怎么办 会不会有这种反应 会不会有这种反应 我都觉得会 因为下午 我们就看了一段 很搞笑的片 就是 有个平民 在公路上面 开车 应该是俄罗斯的装甲车 然后他停车 搞了一个窗户 问 你们干什么呀 然后那些人说 没有油 然后 没有油 那我 要不要车你去哪里 是不是车你回到俄罗斯 然后他就很狂笑了 那我都觉得很诡异的 为什么 就是在一个战场那里 突然间 这两帮人是可以谈笑风生 就是互相取笑 跟着他又可以安全地 开车走的 就是我想他俄罗斯那边 那些士兵的战意 都是缺乏的 就是在这件事那里 看得到 还有现在有很多片流出 很多俄罗斯被人 捉了山琴的那帮人 第一人挺小的 就是说 看上去的样子 都是可能20岁 年轻的 对不对 另外第二 那帮人好像 不知自己在做什么 那一刻的感觉 整个俄罗斯 好像他们 完全是 指挥出了问题 那帮人 是的 情况是这么似的 我们打机 譬如我们玩 战地风云 还是打那些 打机的那些 自己一个人 麻木木的 外面打 然后自己又不知道 撩着去哪 在山上走来走去 然后 他说 够钟了 完了 嘿嘿嘿嘿嘿嘿 那种感觉 感觉 是的 那个经验值高的那些玩家又不带链 那那些链子又走失了 那些车又乱走走 走到没油 就是啊 我想,之前我也做过一些功课,那些战车上,这次是由了四个不同英文字的 那些英文字都代表不同的区域出来的俄罗斯军队或者是车臣 那如果我们迟一点点说,因为其实现在的时间都去过了 我想,在急切之際,其实也有很多听众都想我们谈谈特种部队的 不如我们看下集,我们要不就谈枪械,要不就谈俄罗斯特种部队,你觉得好吗? 好的,你谈一下吧,没所谓 那我们下一集再回来,多谢Edwin Sir,大家记得去一下Edwin Sir的YouTube网站 那我们讲的是CRW,C for Cat,R for Rifle,W for Reapons,CRW Airsoft,Airsoft即是玩具枪,气枪 AIR,Air,Force即是Soft,Airsoft 这样大家记得去看看,因为它里面介绍有很多无形枪很漂亮的 现在那些无形玩具枪,除了它是射BB弹,或者它是一支Dummy 即是无发射功能的模型之外 其实它的样子的色责,看上去是很漂亮,很像真的 比例上,我相信跟真枪也很像 大家如果喜欢军事模型,可以去看 而且,譬如你说打BB弹,Airwin Sir也是很遵守法例 它从来不会卖任何火力超过法例规定 而且不会卖一些犯法东西,全部都是玩具 包括,你看到我放报纸那些,其实有些枪 我也是去跟Airwin Sir买 其实那些枪,譬如说,巴勒哈萨的左轮 那是日本玩具厂商出的一支塑胶的玩具枪 就不是说,在心目中,是否真枪,改装 没有这些东西的,当然 Airwin Sir自己也有玩真枪的经验,也很熟 所以可以找它回来做节目 那大家一定有时间去看看 因为它每条片都是很有心机拍的 另外,除了说枪械之外 Airwin Sir也是跟我 也是这个游戏,Buylohazard的一个粉丝 那它也有做一些,譬如说 Buylohazard特别版的开箱 那大家如果喜欢打机的 又可以看看 因为有一些限定版,就是Airwin Sir 就是它自己,譬如利用它的网贸 在外国,在日本,搜罗回来 那未必在一般,譬如你说 香港高等商场,卖游戏的地方 未必能买到的,但是 它拿到回来,它还要做个开箱 很完整给观众看里面的限定模型 或者那款游戏的限定版封面是怎么样 那这方面,我觉得 大家可以抽点时间去看看 它每一条制作和讲解都很用心 对吧,Airwin Sir 多谢你,多谢你夸张 其实有时候也是乱拍的 是的,不要这么说 因为Airwin Sir本身的YouTube频道 也有很多订阅者 其实相对,我就是说 我现在是YouTube新手 我绝对是一个后辈 不是的,你超厉害的 最近这么多人订阅 直线上升,所有人数 你们支持 所以,好的东西一定要花多些口水去介绍 大家不要嫌我老人家侵 现在看完这条影片 即时按CRW Airsoft 另外,在YouTube Facebook也有CRW的专业 大家去看看,总之如果你喜欢枪械 喜欢军事东西 喜欢这些叫做男人man 型的东西,不要错过 CRW 那一条的频道那条连结 在你看到这一段片段的时候 麻烦你 搭一搭 下面我们这段片的描述 已经有了 大家动动你小手,去看,去订阅 以及去给like 我们下次再回来,Airwin Sir 多谢大家 梁錦祥的饮食世界第一集 跟大家见面 今天我们来到旺角女人街 一间叫火之神食店 好了 这间食市 虽然地方小小的 我就做足 防御措施 为什么做足呢? 虽然我现在不戴口罩,但室内 就只有我一个客人 这间火之神 就是以和食 和洋食Fusion 作为卖点的 那今天呢 老板呢 就特别为我做了一味 就很受欢迎的 就是菜式 那这个呢 就是海鲜汤 煎鱼汤底的这个 海鲜汤 那呢 海鲜粥 那配些什么呢 就是饺子 那另外一个小食呢 就是这个炸鸡翅 那我首先试一试这个汤底先 大家不要介意 因为这个食相就未必好看 那大家看到 哇 一拔出来呢 有这个 鱼爪鱼 哇 相当鲜味 再搭上这个 鱼子 嗯 嗯 嗯 应该混合 试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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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味一流 那不要怪我了 那今天是饮食节目了 所以呢 就再做了这个 枝华士 大家不要怪 现在出现下午 但是都要喝 要兑分 兑分 一瓶 那这枝真是正的 嗯 嗯 嗯 火定 那接着呢 就试完这个小食了 那这个呢 就是鸡翅 那我们加一点这个 沙律醬 上面 嗯 哇 里面一咬出来有汁的 好滑 好鲜味 那 大家如果看过这个片 食肆大同 引起你去吃肉 就记得 在六点之前 不要 六点之后 就来到这个旺角的女人街 火之神在食肆上 在这里 光顺一下 就帮这些食肆 去製造一个口碑 让大家知道 其实香港是很多好食 好食的 多谢各位 大家记得订阅和支持司徒文俊频道 请订阅和支持修行 欢迎 Elliot 3 2 1 錄了 基督 神秘之夜何時開始 你一個開始就開始的 可以不需要等到外的 是不是 但是你說了 你的環境出現 出現了 戴面罩 最慘就是這樣 是啊 沒辦法 想聽神秘之夜 記得支持梁錦祥訓導 謝謝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章頻道